就在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 泽林斯基竟在英国媒体上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希望在年底前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这一出人意料的表态让世界是为之一振 难道这场持续两年多的俄乌冲突终于要画上句号了吗 2022年俄乌冲突如同一声惊泪 在国际舞台上炸响 拜登政府二话不说 立马战队乌克兰大手一挥 就是军费和装备的豪华套餐 泽林斯基摇身一变 成了西方眼中的民主斗士 这一举动无疑给了乌克兰极大的信心和支持 战争从来都不是儿戏 随着战火不断蔓延 双方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破坏 无数平民流离世俗 俄罗斯则面临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 经济受到重复 这一场战争似乎陷入一种无休止的将军 就在这个时候 国际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出好戏 2024年拜登这位老将 突然宣布要退出总统竞选了 而特朗普这个老熟人 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一下子成了下任总统的热门人选 这一变故 可把泽林斯基下了不起 要知道特朗普可不是什么省油的 这位地产大亨放出豪言 说他要是当选 一天之内就能够解决格务处 更加让人砸舌的是 他甚至扬言要强迫泽林斯基 签停战协议 这话一出 泽林斯基恐怕连觉都睡不安稳了 再看看特朗普的覆手万事 这位人凶可是毫不客气 在2023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他就直接提议 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援 更有甚者 他还嘲讽泽林斯基是个乞丐 这话说 可真是一点面子都不给 面对这一般威胁 泽林斯基哪还敢高枕无忧啊 他开始为自己谋划后路 毕竟谁都不想成为 美国安抚俄罗斯的工具 更不愿做俄罗斯的出气 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 中国这个和平使者 进入到泽林斯基的事 7月23日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踏上了访华之旅 这一次为期四天的访问 可谓是议委身长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亲自接待了库列巴 紧接着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发表了一份声明 表示中国支持和平解决俄乌主 这番表态 无疑给了乌克兰一计强行政 这两年多的战争 乌克兰在美国的支持下 确实与俄罗斯打的有来有 但是这场战争 早已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较量 而是演变成为 俄罗斯与美西方 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全面交锋 美西方的手段 可谓是花样白出王 他们一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一边冻结了俄罗斯的 三千多亿美元的海外资产 今年六月的机器会议上 他们更是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 决定用这些冻结的资产的利息 在美国银行贷款购买武器支援武汉 这操作 可谓让俄罗斯是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话 佐利尔斯基又不是傻子 他渐渐意识到乌克兰在美国眼中 不过是个公布 美国的真实目的是 借此来消耗俄罗斯的军事实力 顺便侵占一下俄罗斯的资产 这种感觉就像是被人当成了棋子 随时可能被牺牲 在这种情况下 佐利尔斯基急需一位 有分量的中间人来调停这场战 他的目光自然而然的投向了中国 你怎么 中国一直主张劝贺出台 这与佐利尔斯基的想法是不谋 如果中国真能成功的调警俄罗斯 那可真就是一箭双雕了 估计能够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还能够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为和平发展理念代言 这对于中国来说 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然事情的发展并非是一方风顺 就在上周 佐利尔斯基在英国媒体上表示 他希望在年底前结束这场战争 这番表态可以说是 佐利尔斯基的一次试探 他甚至表示 愿意与普京进行谈谈 这无疑是向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了结束战争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特兰普那边传来消息 说他计划与普京进行一次 没有第三方参与的秘密会讨 这个消息一出 顿时让局势变得扑朔迷离 佐利尔斯基的处境却是十分尴尬 一方面他需要美国的支持 来抵抗俄罗斯的进攻 另外一方面 他又深知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并非无条件 一旦特兰普上台 美国很有可能会停止 对乌克兰的支援 这对乌克兰来说 无疑是血液上架 在这种情况下 佐利尔斯基选择向中国示好 寻求中国的调节 可以说是一不妙其 中国作为一个大 一直主张和平解决国际政策 而且中国与俄罗斯和乌克兰 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如果中国能够成功的调节俄乌充 不仅能够结束这场持续已久的战争 还能够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然而 事情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 俄乌冲突涉及到的利益纠葛十分复杂 不仅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利益诉讼 还有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战略考量 要在短时间之内解决这些问题 无疑是一个巨大战争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积极的信号 泽里斯基公开表示希望尽快的结束战争 这无疑为和平谈判打开了一扇窗 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也表示愿意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贡献利益 这些都为结束战争带来了希望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过于乐观 和平的道路往往是曲折 即便各方都表示愿意和谈 但在具体问题上仍有可能存在分歧 比如乌克兰是否愿意接受领土损失 俄罗斯是否愿意撤军 这些都是需要慢慢磋商的问题 只要各方能够秉持善意 最终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各方 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毕竟和平才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俄乌冲突的背后 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博弈 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陆 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遏制俄罗斯的崛起 而俄罗斯则希望重建其在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 乌克兰夹在中间 成了这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对于乌克兰来说 这场战争已经带来了巨大损失 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生命 更多的人流离世俗 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经济发展受到重创 因此尽快结束战争 开始重建 是乌克兰人民的迫切愿望 对于俄罗斯而言 这场战争也带来了巨大的难选 西方国家的制裁使得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到困境 国际形象受到严重的损耗 尽管俄罗斯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长期来看 这种局面对俄罗斯也是不利的 无论是从人道主义角度 还是从各国的长远的利益口 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 是最明智的选择 如果您对这一类的事情感兴趣 那就关注点击屏幕右侧我的头像 进入到主页 观看更多的精彩 感谢观看